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今天講的題目是香港佛教史 聽到了嗎? 聽到了 香港佛教史 為什麼我講呢? 因為寫了一本書 關於香港佛教 名字叫做《香港佛教史》 其實是我以前讀書年代的碩士論文 不是博士,是碩士論文 因為我老師跟我說 我問他快要畢業了 做什麼研究好? 因為我們要教論文 以前讀書 現在就不用 現在可以選擇,不用寫論文 寫了 五萬字起 中文字 研究什麼好 他說 你以前在佛教機構工作 需要那麼多人 不如 不用想那麼複雜 你當然是研究香港佛教 因為以前有人研究過 不過研究了上半集 就去到1937年 37年之後沒有的 就算之前那些 因為以前沒有上網 沒有那些東西 資料不齊全 所以他說 你也可以補充一下 或者將一些未解決的問題 解決 所以當時就研究這件事 後來有書商說 我們香港沒有這些書 所以他就叫我們 給他出版 所以 有幾版 現在看到綠色那本 好像說上齊四堂 就送了那本 那本 就是後期 中華書局說 我幫你出 他說 香港沒有這本 所以我幫你出 我就給他出 所以就因為 出了這本書之後 大家就 因為原來 整個香港都沒有 一本這樣的書 所以 多謝大家支持 所以 凡是涉及到 跟香港佛教有關 基本上 就無緣無故都 拔到我去說幾句 做訪問 資料超禮的 其實難度就是 這本書 為何以前沒有人去寫呢 其實我們在這四堂 其實都會交代到 有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我們本身 香港佛教 就不是在香港自己有的 它全部都是國內來的 那麼在宗教的傳播裡面 即是在近代 中國史裡面 我們要分兩批 一批就是外國來的 由外地 他們是有一個目標 他目的就是來傳教 例如天主教 基督教 所以他來是很清晰的 我是帶著資源 帶著人 他是有錢的 他是有支持給他的 我後面一大個機構 一個教會 你們儘管去開教 這個是外國 中國是有計劃進入香港 作為 他不是以香港為目標 但是香港作為他入中國的一個跳板 尤其是以前是靠船運 即是坐船來 他一定要經 所以一定是在澳門 或者香港 但是 另外一批 就是 他是由國內來香港的 但是他來不是為了傳教的 當時 他是為了走爛的 因為他覺得香港 在傳統人的角度 就是香港只是一個邊徐地帶 在中國這麼大地方 我有什麼地方好不去 要去一些鄉下地方 沒有人去的地方 在中原的角度 我們就屬於邊徐 出了海 然後就不知道世界是怎樣 那我們為什麼要去這樣的地方 所以他們當時來 其實是逼不得已 有種種的社會原因 我們遲些就會講到 有很多社會原因 有很多可能大家都沒有聽過 除了就是 受我這個外國的 所謂列強欺負之外 妙產興學 其中一個 經常會聽到的一個詞語 就是妙產興學 用一種國策的形式 將道教的道觀 佛子和妙語 民間的妙語 全部就是收歸國有 十間就收七間 其餘剩下三間 就是你們自己搞定他 不是不讓你傳教 不是不讓你講佛經信佛教 而是說 總而言之收光 那為什麼 因為寺院的財富多 他有財富香油等等 所以他當時沒有錢 窮 所以政府和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用妙產興學 這是其中一種 第二就是 民國之後 其實還有就是 所謂禁照和見照 民人政府要禁 認為所有這些都是迷信的東西 打照 即是法會 超渡 搭棚 那些 民人又不給他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很多留學外國 他就覺得這些 全部都是迷信的東西 但是 大家如果對中國歷史熟識 一進入民國之後 其實就是軍閥割據的一個混戰狀態 一打仗 即是內戰 一內戰 其實就一定有人命的傷亡 一有人命傷亡 你猜做什麼呢 就要超渡 無論是對死者 還是對死者的親屬 所以那些軍人 他們就很 他們不理你的 你政府 中央政府不讓你理你的事 為什麼現在我真的死了這麼多兄弟 就算我不信 我也要安撫他 所以就不理那麼多 我就是不是都 都 做了很多這樣的法事 所以這些又去影響了 因為他們經常打仗 所以很多人受不了 就一定要離開 所以有一批就離開了 另外一天又有飛機運動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這個詞語 飛機運動 飛機督教運動 俗稱叫做飛機運動 飛機運動就是 你要知道 為什麼呢 因為飛機運動 當時因為有很多外國的思想文化 進入了中國之後 就有一批傳統的文化人 就覺得 我們現在整個中國 一盤西化 穿了西裝 用了西式的文化 政治 全部都是西化 我們中國 還有那時候 新文化運動 就逢是舊東西都是 都是衰的 都是迷信的 所以有一批人走出來 去抵抗這些 所以當時的文化界 亦都很混亂 有些也是 你又和我不戰 我又和你罵戰 搞了搞了 他們都覺得很難搞 在國內 所以有一批佛教的人 和道教的人 就走來香港 走來香港 所以香港佛教特色 第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單位 就好像現在這樣 我們就在市區整個單位 你不要想著整個大的道堂 我們在山上是沒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是很艱難的 第二 我們香港的環境 其實我們是城市 所以如果你去山林 其實就純粹 躲在山上 與世隔絕 所以剛才我一來就已經說 他們不是為了 傳教 他們是走難 他們沒有錢 所以為什麼大嶼山 和荃灣 那麽多的那些都叫精舍呢 就是因為走難的時候 當時這隻船 在廣州洗泥 它就是在那幾個地方停船 屯門 荃灣 東沖 大澳 後來有了火車 那就多做一個大埔 和沙田 不是無端端的 第二批呢 有一批就聰明了 我們只是在那個郊野那裏 自己自修都不行 反正都來到 我們都要宏一下 傳揚一下宗教 所以就在那裏呢 就在堅道 在堅道 你不要以為他們很多教堂 其實不是 當時最多是佛堂 在那裏 第二個就是太平山街 一大堆就是那些道堂 佛堂那堂 所以最早的齋譜 佛學會 就全部在堅道 前後那兩條街 那為甚麼呢 因為那幫有錢的華人 就是在那裡 他們就在這些地方 得到他們的支持 所以就在那裏 有很多這些小佛堂 那他們就不是 買一大地的地方 在那裏逐個這樣建 而是就好像現在這樣 一個單位 那他們 一百年前就已經 認識的一件事就是 請你們 七點鐘上來 九點鐘 一百年前 那時候沒有地鐵 還有就是 電車也是有了幾年 他已經可以 發明到就是 你也知道 當時其實 已經有些在這裏發展 所以香港佛教有兩部份 第一個就是 都市的佛教 一個就是山林的佛教 就是傳統的 那些僧人跑來香港 他是避難的 那麼他就用回傳統 在國內裏面那種 寺院的模式 那麼就在山那裏 我自己搭一間屋 找一些木 搭了一間屋出來 我就在那裏住 那麼這個就叫做山林 另外有一批就開始 跟一些商人有聯繫 就用一些新穎的手法 配合大家 你又要上班 那麼我們都用一些新的方法 那麼這個呢 就是叫做 都市佛教 那麼我們其實 香港佛教 或者後來的道教 因為道教是遲來些的 道教主要是二十年代 佛教就早些 他是廟產興樂 開始 大概一八八零年左右 他就開始已經陸陸續續 走懶離 他最早最多就是去大嶼山 因為那艘船一離 就是去大澳和東涌 所以那裏佛教人士是早些 然後道教人士才跟著來 但是當時呢 他們都是 剛才說的 他主要不是來傳教 所以他沒有資源 他在後面沒有人支持他 他不是有個大教會 你去吧 你花多少錢 我派多少人來 沒有的 他純粹是靠一個 你有氣力你就多做些 你沒有氣力 那麼你就生病了 我自己在山上 我就與世隔絕了 我就不跟別人聯繫 所以起碼我們要分辨 這兩部分 知道這兩部分之後 這兩件事其實就影響了我們 一直都影響到現在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 如果你想知道 香港佛教和傳統佛教 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因為我們是受港英的統治 在裏面呢 英國人很重視一件事 叫法例 法例 就是說 你說你是出家人 我們習慣了 在那個山那裏 我們自己 就撩這幾塊地人 我自己沒有人的 在這個地方我霸了 然後我 鋸了木 鋸了樹 然後我搭一間屋出來 建一間佛堂 然後掛一個牌 什麼什麼精舍 然後有人敗習慣了 就有一間紙 在國內可以 但在香港法例是不行 香港政府來到 第一件事就是 土地登記 一來說 我來之前那天 你在這裏 我就寫你在這裏 我來了之後 你都未來的 不好意思 你就買地 你不要霸 是不是 這個就是形成了 今天我們的骨灰陰問題 這麼複雜呢 其實很多就是在這裏來 因為他們走來香港 他不懂得 什麼叫做香港法例 他認為我們以往就是這樣 但是到你英國人來的時候 就不是這樣說 所以為什麼會有寮屋 會有後來的 骨灰陰也不行 這個地方是不是崇拜地 這些字眼要小心 是有分的 是有分的 其實在香港政府的角度來講 那是你自己住的那間屋 不是佛堂來的 你買了一塊地 你在門口掛什麼佛子 是你的事 在香港政府的角度就是 你掛什麼名字 什麼精寫講堂 是你閣下的名字 不等同他承認 你可以做這些事情 OK 所以我們遲些 我們就會提到 因為他來了香港之後 發現原來很多事情 他根本就不懂那個法例 是他從來沒經歷過的事情 所以也都中間 就會出現了很多問題 矛盾 這些其實一直放到今天 所以每天都有新鮮的事情 你看到報紙的原因 其實就是 就是和香港 雖然用 香港的佛教 講的是傳統的佛教 帶來的東西 但是又因為 在香港這個社會 有現代的法規 等等的商業的運作 是導致他有一些 是很新穎 是全世界都沒有出現過的 一些運作模式 甚至尤其是在二戰之後 1949年之後 因為國共的內戰 那些人又跑來 有第二批跑來 第二批跑來的時候 更加把這個問題 所謂複雜化了 所以香港最特色的 如果你說香港佛教 有幾樣東西 第一 就是都市裏面租過單位 第二 很多慈善的服務 是在別處沒有的 即是在別處都有 但是沒有香港 那麼密集的 比起來來說 當然 現在你去到台灣 更加厲害 因為他的空間 資源不同 我們香港來說 其實所有做的人 世界各地做的 佛教慈善的工作 起源其實都是在香港的 香港全部都是帶頭做的 帶頭做了 1970年 就離開這個世界國際會議的時候 就請世界各地的佛教代表來 我們香港來 又有義學 又有小學 又有中學 又有會考 又有醫院 又有大學 又有大學 所以原來香港這麼厲害 於是 人們就回到他那裏 每個人都說 香港這麼多人都做到 有什麼理由我們做不到 其實是由我們香港推出去 是香港先做的 所有事情都是 當然後來別人超過 就一回事 另外 所謂慈善的部分 就是香港的特色 第三 香港其實是一個佛教 東亞佛教傳播中心 其實一直在一個很長的時間 在80年代以前 即是由1950到1980這30年 其實它是扮演亞洲佛教的中心 因為當時是冷戰 冷戰 世界冷戰 壁裏分明的 民主陣營和共產陣營 所以當時禁運等等的原因 以及台灣有一個所謂的 政治白色恐怖的問題 所以當時要傳播佛教 所有的物資 佛經佛像等等的東西 基本上都是由香港提供的 所有人都是由香港來買 寫信來訂 訂完之後就由香港 搜集完之後 再送去東南亞所有的地方 所以那些物資 其實都是由香港去籌操 去頒給他們的 當時的運作是怎樣呢 到時候 過兩堂講給大家聽 即是你知道 香港其實是一個傳播中心 沒有了香港的話 其實整個亞洲佛教 不是今時今日的樣子 它曾經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80年代之後 因為馬來西亞和台灣的興起 在佛教那個時候 所以它突然間飆得很快 它在70年代尾開始 突然間隨著它的經濟 一直這樣就向上飆 一個就是台灣 第二個就是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就不是因為它對佛教特別提倡 而是因為它們對華人非常之歧視 它對華人歧視 當時就發現了一樣 怎樣可以凝聚華人 來抵抗馬來西亞政府的 對華人的歧視 後來就發現了佛教 佛教就有這個力量 它是能夠整合了整個 大馬地區的華人的力量 利用佛教的思想 去抗衡馬來西亞政府 對華人的歧視 所以為什麼在馬來西亞的佛教 突然間飆得這麼厲害呢 就是因為這些原因 因為它們兩個突然間飆起了 香港佛教的影響力 就開始也不降低了 好 我們就講講這個了 因為我們有四堂時間 就可以仔細一點 將一些問題去講 所謂的香港佛教 其實就是兩件事 一個就是香港的研究 再加宗教的研究佛教 當然就是一個宗教 為什麼要這樣拆呢 因為剛才我說的 香港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它既存成我們 中國傳統的文化 廣東的文化 但是它又有一些 特殊的歷史原因 造就了這裡所行的 生活模式 又和國內是不一樣的 所以才會導致 國內的佛教走來香港的時候 會形成了一種新的局面 還有就是 宗教研究 當然是佛教 所以如果你說研究香港佛教 其實就不是純粹研究 佛教的人 怎樣去推廣佛教 而是講 一個佛教在香港 這個特殊的空間裏面 它兩者怎樣互動 佛教的人 怎樣就住 因為政府要我這樣做 那我就在它的框架之下 又做一些突破它的框架的事 這件事就和國內是不一樣的 首先我們講長遠一點 好笑就是 國內的傳統佛教和道教的人 其實不是說出家 修行就可以修行 是所有都是經過 朝廷的增觀制度 這個模式 要經過考試 所以 考到了 批准了 然後你才可以替頭出家 然後就讓你受戒 受了戒 他就會給一張叫做戒疊的東西 道長就是道疊 他用同一個概念 道教和佛教 他都是用同一個 就是找一個政府的部門 就由他統籌了 三年考一次 三年 好像和科舉一樣的 三年一次 你要夠稅數 還有要考過的事 然後才讓你受戒 你才成為一個正式的僧人 所以這個僧人的戒疾 是很清楚的 不是亂例的 第二就是 因為你受戒之後 你住的那間寺院等等 是他安排的 所以基本上你的起居生活 其實就是國家已經安排了給你 不過他後來就委派幾個重要的和尚 或者道長 去管下面這一批 專門從事宗教的人 所以那些就叫做增觀 他是政府給他一個名銜 是有俸禄的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 你要知道有這樣的事情 當然後來 第一國家又大 又被人欺負 都不管得那麼多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出現了所謂的子孫苗 就是說我可以收你做徒弟 給你刮頭 那你只是一個形象上 是一個出街人 但是他沒有那張朝廷給的戒疊 他有那張是我們寺院給你的 OK 寺院給你的那張 就是 嚴格來說是沒有用的 不過你也好 都證明你是我的徒弟 是這樣的 就是正式來說 他不是 爭官 所以以前首先是有制度 但是來了香港 因為香港是英國的正民地 他們對宗教的看法不一樣 我們經常說 英國人對宗教是很 宗教自由的 你可以自由傳播 我們對你們中國人的傳統信仰 非常尊重 很好聽 我們說白一點 實際不是 不是尊重 而是他根本不覺得你是宗教 在他眼中 不覺得你的佛教 道教民間信仰是宗教 為什麼呢 他在他的理解裡面 天主教基督教 這些系統 他有一個大的教會 有一個完整的制度 有一個人事的制度 他派出來的主教大主教書機 他全部認識的 承認的 你知道他每人都有張證書的 他讀過書的 但是你說我是什麼法師 我是什麼高僧 他說他都不知道你是什麼水 所以你留意 有一個機構 叫做香港華人廟宇委員會 華廟是怎麼來的 就是當時他不理你 他不理你 總之你們自己搞定他 總之你不要出事就行了 誰知道就出事 1928年就發生了一宗大的 納了錢走 因為在他的角度來講 根本我都不會分 你拜佛祖 拜觀音 拜道君 拜關公 拜土地 其實我都分不了 哪有這麼多東西拜的 你還有 是可以不停有新東西出的 你今天突然間 不知道誰 在某一個水平上 很厲害的 你都可以放他上神台拜 阿關德興師傅 又升了上神台 那你香港政府真的搞不定 你這麼多天天都有新東西 所以他就 開催就有你自己 後來都發覺不行 就出了這些 他最害怕兩件事 一個就是財政的問題 就是你拿了錢走 又不知道哪裡找回你 第二樣最害怕就是衛生的問題 霸地等等 所以華人廟宇委員會裡的條例 到今天 90年都很清楚的 所有佛子 道觀 廟宇 或者那些叫做 什麼什麼堂 什麼什麼堂 拜祖先那些 理論上 華廟 是直核的 理論上 就是全部是可以 給華廟去管它 甚至華廟的權力 是大到可以將所有充公 財產全部是歸入 華人廟宇委員會 只是他從來沒有執行過 只是執行了他直核的那24間 以及他委託給別人 代他管理的那20間 那四十幾 即是合起來四十幾 其實他的正式 所以現在那個小姐 每天都盯著這個問題 你明明是有條法例可以做 為何你不管 那不是他不管 是因為後來出現了幾條新的法例 他發現了這裏 兩個侵在一起之後 我們沒有宗教局 你搞清楚 香港是沒有宗教局 所以他對宗教的問題 他不是用宗教的角度去處理 除了天主教 基督教 或者那些回教 即是他們帶來的之外 他覺得你們傳統的余式道 都不是宗教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所以他就不管理 不管理的時候 就有你了 那就過癮了 本來是爭觀制度 來到香港 沒有了這件事 即是以後我收徒 就是完全是我內部的事 我喜歡收就收 我喜歡收他做徒 所以那張戒碟 就是我自己印的了 我收一百個又可以 收兩千個都可以 總之你找到 倒回來 政府不理你 因為在政府的立場來說 第一 我不覺得你們是宗教 他覺得不好聽 就是他看不起這件事 他根本不覺得是宗教 第二件事 就是 這個 宗教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 其實宗教是 在政府的角度 是不能夠驗證的 你說昨晚觀音報夢給你 你試著去香港政府登記 昨晚觀音報夢給我 叫我開一間佛堂 不是 但是政府不能信仰這件事 是你個人的體驗 他是沒有辦法去驗證 為什麼天主教和基督教不同呢 天主教和基督教 他不是有得驗證 但是他是因為背後有一個大教會 你想開一個教會 可以 你先去你的教區 找你的主教簽了一張紙 然後他同意了 你才來跟我說 即是他覺得 已經有一個人幫他 有一個大教會在後面 這個人將來捐款 他拿了錢走 我就追你後面那個 我不理你 所以你留意後來 香港所有辦的佛堂 道堂 你想怎樣做 即是他才會讓你做 你第一個 就先找一個有錢的人 或者有身份 有地位的太平紳士 爵士 你叫他領銜 別說那麼多 你叫他領銜做代表 總而知這間有什麼事發生 我就找他 頭銜 才找人做頭銜 所以為何要做頭銜 就是這樣來的 我不理你 我不懂 你報夢也好 什麼都好 總而知 走路我就找這個 你爛了尾 我就找他包底 他不只是對宗教是這樣 他基本上對所有華人事務 你看華人墳場的委員會一樣 我說你要蓋嗎 可以 先放下100萬元 然後找一群有錢人 做委員 為什麼 因為一群有錢人 不怕你走去 這個走了 還有其他 其實就是同一個道理 這些就是涉及 他來到香港之後 發現原來香港政府很過癮 有很多這樣的法例 他慢慢 越來越了解那種運作之後 他開始就懂了 開始懂做 他唯一有一件事是做漏了 如果你問我個人意見 就是骨灰鵪 就是骨灰鵪這裏 博猛 做漏了一件事 其實道貫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你有沒有留意 道貫也有些有骨灰鵪的 圓圓學院 或者青蟲 但是他沒有這個問題 他就是跟足佛例 佛教的人就是做漏這個 博猛當時 他是博猛 做漏這件事 好 我們會講些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四課時間 雖然說了一大堆 所以說了半個小時 我們有四件事 首先我們要交代一下 中國佛教的特色 因為我們香港的佛教 最主要其實就是 傳統的佛教 傳統佛教當中 我們是繼承廣東的佛教 原來佛教裡面 都分很多派系 除了中派 什麼禅宗 蜜宗 什麼宗之外 其實南方佛教 和北方佛教 已經是兩回事 第一樣 北方佛教 就看不起南方佛教 這個就肯定的 到今天都是 第二樣東西 廣東佛教 就講到明的 廣東話 是用廣東話的 廣東當中 還有幾個地區 其中一個就叫做潮傘 潮傘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它叫做潮傘佛教 或者潮式佛教都可以 或者這樣的名稱 它其實就是 學了道教 佛教和民間信仰 三者混在一起 產生出來的一套佛教儀式 而有趣的地方是在 它說它是佛教 但是佛教又不承認它是佛教 但是它的儀式和它穿的衣服 全部都是佛教 而這一班 我們就在廣東話 用廣東話才可以 就是用國語 你那些人不明白 我們說什麼 我們就叫它做南和佬 我們就叫它南和佬 當然一般我們都當道教 但是它又說它不是 我已經不是道教 我們是潮州佛教 它講到明是潮州佛教 所以你去看那些 余蘭聖會 就是突行那些 你看它們做 它有些叫做驚身 它驚身是穿什麼衣服 黑色袍就是紅色 袈裟 不是道袍 是袈裟 是袈裟 很容易認的 總之這東西是突出來的 然後它的衣服是一格格的 但是它全部有頭髮的 那些就是潮山佛教 通常在余蘭聖會裏面 因為余蘭聖會裏面 因為余蘭聖會大部分 就是潮州人辦的 所以它們做的 就保持傳統 就請這些 我們廣東那些 就叫它做南和佬 我們俗稱叫它做南和佬 當然也有些叫道士 也是叫南和佬 就是花果的花 香花增 你上網找的就有 有齊的了 香花增這件事 這就是將來的 起碼呢 所以我們第一項 就是要講中國傳統佛教的東西 就是這樣 我們是繼承它 但是我們在它下面 又製造了一些新的東西 第二就是山林佛教怎麼來 剛才也基本輕輕提過 就是怎麼走難來 首先沒有資源 就是在山林 為什麼呢 因為去大嶼山的好處就是 雖然在1898年 歸了入香港政府 但是因為當時管不了那麼多 還沒有空管它的島 所以它們在山上想怎樣 基本上都不理它 有它在山高皇帝院 我們又不打算發展 做商業的運作 就有你們和尚都有限 你們喜歡就自己搞 所以當時他們很自由 可以在這個地方發展 接著就是二戰前 這個很重要的都市佛教 香港佛教其中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其實就是居士 很多東西是由居士推動 不是和尚推動的 這一點 也因為這個原因 導致了很多問題 延伸到今天 戰後 戰後就多元化了 我們會有講這四樣東西 看看第四堂 最後的時間 我們還可以講一些現代化的問題 宗教這個字 首先我們想趁這個機會 交代一下什麼叫宗教 既然我們講佛教 其實你來這裡上課 有餘、有色、有道 其實我們怎麼去理解宗教 我們今堂希望用一些時間 不講佛教 而是講了什麼為之叫宗教 讓大家對將來 研究佛教也好 或者研究其他宗教 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容易一些 宗教我們經常都提 但是其實 如果你不是讀宗教學的 未必去掌握 其實這個詞 不是我們中文裡面所有的 中和教我們這兩個字都有 但是 甚至古文都有宗教這個字 但是意思 就不是我們今天講宗教這個意思 嚴格來說 中國文化是沒有宗教這個概念 因為我們的信仰裡面 就是中國人 我們的意思是 我們的信仰裡面 其實我們不是很探究 我們生前和死後是怎樣的 你問孔夫子 孔夫子都說 我們相信有鬼 但是他不說 因為他覺得我解決不了 我也沒有辦法知道 但是我們只是信而已 但是我們從來不探究 宗教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一定要處理 我們怎樣 這個世界是怎樣來的 我們的生命是怎樣來的 我死了之後是怎樣的 這個是宗教必須的 所以你說 我拜土地 就好像沒有什麼 涉及到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不會說 拜土地是一個宗教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 宗教最基本就是要處理 剛才我說的這些問題 那麼這個字 其實就是歐洲 當然是因為天主教 基督教的關係 所以後來他們在宗教學上 就有一大套的理念 這套理念就是由日本人 在明治為生之後 將歐洲的東西帶到日本 又由日本 由日文 帶回來中文 才譯了這個字 宗教這個字 那麼它裏面是有一些 很清楚的定義 應該有屁股的吧 又是 我看大家 為什麼要抽得這麼厲害 起碼一個宗教 所以我們分 中國的很多是民間的信仰 我們只是相信這個世界有靈 是有一些我們不知名的力量 但是我們不是很深切去體會到 那種宗教的理念 比如說我們拜祖師圈 或者我們拜 我們相信那棵樹有靈 那塊石有靈 我們去拜祖師圈 我們當是一個什麼 打招呼 我尊敬祂 但是你不會說在裡面 我拜完這塊石之後 究竟在這塊石裡面 我能夠得到什麼教義 在這個教義裡面 有沒有東西可以幫你 在一個精神上 思想上 和個人的修為裡面 有所提升 基本上我們做不到這件事 所以我們最歸類 這堆是民間信仰 你拜孔夫子也好 你拜岳飛也好 你拜拜 哪些名人都好 因為我們尊重祂 我們敬信祂 我們懷念祂 我們當然也希望祂保佑我 但是我們很少會想到 不如你給我一些教義 關公啊 你今天給我一些教義 天后娘娘 你給我一些教義 如何令我內化 我們沒有的 雖然祂有經 祂有其他 祂也有東西教你 但是祂不是很完整 有一套教義 譬如道家 我們說清淨無畏 我們要修真 祂整套是很完整的 佛教 我們說元起 我們說戒律 說什麼 恩果 是很完整的 你跟著祂一步一步 你那個人就會提升 所以要修道 要學佛 但是呢 就這樣拜土地 拜祖先 我們得不到 但是我們相信這是一種靈 我們敬信祂的話 我們也有好處 如果你說一個宗教 它應該要具備這五樣東西 才可以叫宗教 第一樣就是 信仰的對象 它可能是一個神明 亦可能是一個活生生的歷史人物 你要有一個對象 這個反而很容易 我拜天后也是 或者拜土地也是 但是祂要有教義的 首先有教主 第二就是 教主就是那個對象 第二就是教義 我信仰祂 祂 祂有什麼道理帶給我 先 愚民去拜天后 是因為相信 天后可以保佑祂平安 不是因為祂天后本身 就是祂天后都有道理 但是祂去拜天后的時候 絕大部分不是因為祂的道理 是吧 祂是純粹安全 我覺得祂有能力 就是等於你報警 你出海有什麼危險的時候 你打電話報警 其實就是為什麼你要報警 因為祂有能力救你 但是你不會說我信仰警察 是吧 這個不是信仰來的 是吧 所以教義的意思就是 祂很清楚 我知道我信仰祂 是因為祂有一套價值 如果我跟著祂這套價值的話 我的人是可以得到提升 我們的心靈 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修為 好了 因為我們信仰祂 所以我們要有一些禮儀 規範 例如說 我們要有教規 原來你信佛 最好你食齋 六齋日 十齋日 原來有五戒 原來道家一樣有的 一樣有戒律 就算你信孔夫子 孔夫子也有些東西 也有仁義禮智信 有八條木等等 這些就是規範 因為我相信祂 而產生一些規則 我們去遵守祂 初一十五我食齋 之而此之類 這些就是規範 或者一些禮儀 如何拜祂 上香是怎樣的 為何上一支 或者為何上三支 不上四支 當然有些儀式 為何要穿這套衣服 這些就叫做教義 是一種規則 第三 好了 這三樣東西 都可以是純粹你個人的 我信我就做 第四樣東西 就不是 第四樣東西 就開始涉及到教團 不只是我信 我們現在一起信 於是我們就 做了一個團體出來 一個團體 例如一個 所謂俗稱的教團 就是這樣 有了一個團體之後 我們就要做一些組織 譬如說 有哪個負責人 哪些是輔助我的人 義工 另外 總之各有各分工 你又做些甚麼的 你又負責 知客 你又負責 內部管理 你又負責教育 其實目的就是去維護 整一個組織出來 這個組織就屬於管理 為了要推動上面那三樣東西 這個宗教 所以我們就需要有一個組織 就叫做教團 即是現在你申請的88條 你不明白 現在我們做一個 然後我們申請的化費 好了 第五樣東西 亦都是現在 出現最大問題的地方 就是在這裡 教產 你做了一個團體出來 然後就有產業了 頭三樣東西不需要 我信而已 我信觀音 總之你信 你不一定跟錢有關的 總之我信觀音 所以他叫我吃齋 我吃齋 沒問題的 不涉及團體和產業 但當有了團體 就出現這個產業了 我們要有一個佛堂 起碼我要買一塊地 這塊地究竟的產權歸誰 跟著誰管 錢怎樣動用 等等等等 就是產業了 所以要有齊這五樣東西 才能夠叫做宗教 嚴格來說 當然 你現在這樣我也明白 我也明白 你自己也可以開一間 你做齊這五樣東西就可以了 理論上是 所以現在有很多新興宗教 就是這樣來的 你明白便可以了 你明白怎樣做 我便自己做教主 然後我做一些教義 左剪,右剪,右剪 你砌均勻 所以新興宗教 其實你看看 很多都是 亦有真亦有假的 你自己便去 其實是不難分的 很容易分的 遲些告訴大家 是怎樣分 很容易的 它有兩樣東西 你一看下去 你觀察它兩件事 你就知道它是真還是假 或者它都有些問題 第一樣就是 它標榜個人崇拜 它特別標榜個人崇拜 第二樣東西呢 它是明馬實假的 那你就夠了 你有這兩樣東西 就已經夠了 已經是了 就已經是了 所以我們今晚 為何要講這些問題呢 讓大家去掌握一下 因為香港是複雜的 香港的社會 就是因為開放 很多東西不管了 香港政府不管了 所以變了 那套問題 就是你怎樣去傳揚宗教的時候 為何現在這麼多問題 我們現在不是去數它的問題 現在是要研究一下 究竟這個宗教 它怎樣由國內走來香港的時候 遇到一些新的東西 在當時來說是處理了問題 但是也延伸了一些問題 是現在的 剛才說過 宗教除了在組織上 有剛才那五樣東西之外 它有些實質上 是要有這些這樣的東西 這些我們就不詳細講 簡單來說 它首先要處理生死問題 生從何來 死從何去 所以孔夫子 可不可以叫做孔教呢 嚴格來說是不行的 所以你在國內就很清楚 不讓它叫做孔教的 你可以叫做儒家思想 可以叫什麼都可以 但是就不能夠叫做教 這個在國內宗教局 我當時已經很清楚 已經交代了 它不是宗教 它的本質不是宗教 它是處理人性 它可以叫哲學 是人生的收衛 你可以尊重它 你可以信仰它 但是它就不是宗教 因為最基本它沒有生死 處理生死的問題 但是所有宗教 它既然是有 剛才那五樣東西 它一定是要探求真理 它一定在思想層面上 是有發展的 如果它只是 拜了我就好 這些不是宗教 還有就是 你會和它有交流 你本人 和你信仰的對象 是有交流 當然這個交流 可能是單向的 就是你求它 它沒有回覆過你的 其實也 但是有人會有的 是不是 有人會有的 譬如有很多方法 例如說 求籤 文杯 我們相信 這個都是神明 祂給我的一個回應 我們正在交流 但是還有一件事 就算祂不回應你也好 起碼有一個舉動 宗教很重要要做的 就是祈禱 不只是天主教 基督教才有 其實佛教 道教一樣有 或者我們傳統 正式世界的所有宗教 都一樣有祈禱 就是我們和神明 和信仰者的一個溝通 但是它怎樣回應你 或者 就等於你打電話 你撥個電話給它 另外一回事 通不通 通不通有很多原因 有沒有關擾 你有沒有按錯鍵 還有就是 他有沒有心機聽你 他可以不聽 他可以不聽 電話是響 但是他不聽 所以 其實宗教就是 人神之間的交流 當然我們有很多方法 令到他怎樣可以 去接通它 這就是另外一回事 還有宗教的修圍 通常是有很清楚的階梯 是一級一級的 你首先先學這些東西 先入道 然後學些什麼 如果你是佛教 有的先要歸醫 然後你受誡 然後學些什麼 一步一步一步 不會一步到頂的 一定是有過程的 這個 是很清楚的 這件事 不會跳的 你資質可以跳 但是在他的程度來講 那個階梯是這樣的 你的腳長 你跳三級這樣上 這是你的問題 但是他一定有那幾級 所以一定有很明確的階梯 好了 宗教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統一性 是統一性 所以你留意 神父去到哪裡 他穿那件衣服 都是一樣的 他用那些工具 永遠去到全世界 都一定是一樣的 不會改的 這個就叫做統一性 但是佛教比較過癮 佛教去到哪裡 就跟到當地 就跟當地的風俗變 但是他在他的角度來講 他認為那些是外在的東西 外在的東西 所有東西都可以變 所以你很容易看 第一樣是什麼 出家人穿的衣服 全世界都不一樣 你印度 泰國 日本 中國 歐洲 所有的出家人 他穿的衣服 是不一樣的 不統一的 因為他改的 但是因為在他的角度來講 他最重要是 你有件衣服搭著 是一個形象的身份 就是一個身份 一個形象 但是你其實用什麼樣子 對他來說是不重要的 但是有些東西不能夠 譬如說他講恩果 他講緣起等等 這些教義 你不能夠改 這些就是統一性 只不過外國的宗教 他在一個統一性的要求 是極度嚴格 舌微都不讓你改 佛教的好處就是 喜歡這些小事 不重要的 你就由你改 他不理你 當然也要理解 佛教是沒有一個中央的單位 沒有一個中央管理單位 所以他相對的運作是隨意的 以前中國佛教是因為受朝廷監管 所以為什麼以前沒有那麼多問題呢 因為他根本所有東西 就是在上面一條線抓住你 你沒得動的 但是來到香港為什麼這麼過癮呢 就因為沒有了這件事 散開了 好了 然後很快 我們如果想去研究宗教 當作一個方法論的話 我們對任何宗教都好 你可以用三個層面去研究它 所以近十年八載 很多時候都會教這些課目等等 和探討這些問題 所以為了方便大家去理解 其實宗教所涉及的層面是很廣泛的 所以我們有需要去 你想去拆解它的問題 現象 你就要用這三個角度 有時候要用個人的角度 有時候用群體的角度 有時候用社會的角度 比如剛才說 你和神明之間 這個是個體的事 報夢給你 它只是報給你 這個一定是你和神明之間 這個只是個人層面的事 有些群體 就是我們在一個教團裏面 這個宗教內部 我們有共性 我們共性就是 我們大家都信佛 我們大家都是佛弟子 或者我們大家都是道卿 我們就共性 我們有相同的東西 所以我們有共同的價值 外邊的人就不明白了 所以 還有一種就是 原來你這個宗教 去到一個程度之後 可能我對社會是有影響力的 所以你做某些事情出來 你會影響到整個社會 不只是影響你自己的 所以 現在我們看 你說剪很多個案 你問了什麼都好 你首先要把這些問題 究竟它現在出的問題 或者現在我們在說的這個個案 是屬於個體的層面 群體的層面 整體的層面 我們很多時候 作為一個宗教的人士 很容易就會把這幾件事撈亂 當你說群體的時候 就無緣無故走去講個體 很多時候就說 不要理人家這麼多 你修為是修自己的 修為修自己就是個體的 但是人家在說的那件事 是一個群體的問題 好像你的教團出了問題 為什麼每天都有這樣的負面新聞出來 那不是個體有問題 應該是群體出了問題 現在搞一下搞一下 那些骨灰暗搞到這麼麻煩 現在變成了社會問題 為什麼人家整個社會 人家買了你那個位的人 都受影響 但是這個影響 是因為你的群體裏面出了問題 沒有人去處理 現在變引申了社會問題 你不能夠 我們不要理人家這麼多 我們修為修因果 他有他的因果 你突然間就把問題 又跳回個人的問題 那你永遠都處理不到的 現在講到法例規不規管你 那就已經是社會問題 你這個不能夠用個人的方法去處理它 所以你不對應 所以那些問題就會很混亂 好了 在這三種層面裏面 要處理些什麼呢 如果你是個體的話 那你處理的東西很簡單 這個表呢 你是照代入就可以了 黃色那個就是佛教的意思 如果你研究宗教的時候 你一樣 譬如我研究天主教 那你就把黃色那些 改了天主教的東西進去就可以了 這是一個方法來的 這個表 你研究道教的時候 就把黃色的東西 就全部改了道教的東西進去 我們必須要處理生死問題 那以佛教為例 佛教講的生死問題是什麼 輪迴 如果以個體來講 就容易了 因為純粹向你自己本人交代 你不需要和其他人交代 原來佛教告訴我 我們的生死問題 我們的生死問題就是輪迴 因為佛教的理念就是 相信我們有輪迴 是我們一切痛苦的根源所在 所以如果我信佛的話 那我要面對的就是 要解決輪迴的問題 那佛教的核心思想是什麼 它就是說元起聖空 你可以填這些表 你一填下去 你就把問題搞得很清楚 因為這些東西 純粹是為你一個人而設的 你滿足了你自己 向你自己交代 就OK的了 沒有問題的了 好了 人和神 那我怎樣和佛祖交流 那你就祈禱了 不過它的名字不一樣 它不叫祈禱 它叫祈願 什麼 其實都是同一件事 祈禱了 當然什麼叫示宴呢 晚上報夢給你 或者你覺得它跟你在說話 尤其是你祈禱的時候 好像無意中的東西 好像有聲音 或者有些東西會推動你 好像在回答你的東西 我不知道怎麼做 我來講講一下 哎呀 我不知道怎麼做 佛呀我應該怎樣 你就好像突然間 不是呀 應該是這樣做的 你儘管去做吧 沒有問題的 佛祖會看著我的 這樣 你是自然的 你不可以找人去驗證 找個社工去談一下 喂 我昨晚觀音報夢給我聽 這樣 它一定是說你傻的 因為它的體系不一樣 所以宗教的個人層面 是不能夠驗證的 只有你自己相信 你自己相信 所以有時候發夢 真的可能是想多了 但是你相信 那它就有一種力量 你就去做 好了 你說 我有什麼清晰目標 修行的時候 首先你成佛就是最下的目標 不過未到 未到 未到阿羅漢先 阿羅漢都未到 那就做著普通人先 但是它是有個層次的 一步一步地去的 什麼六凡四聖之類 它是一步一步 你知道原來我現在就是人 原來我去修行 讀佛經 我去修行的話 我有機會可以 上一級 做天人 或者做菩薩 然後一步一步 做菩薩又有五十二個 有五十二級的 那你又慢慢一路 這樣吸上去 它是有的 不過只不過你不知道 就是你不知道 什麼時候做 那有沒有絕對的統一性 有的 統一性呢 其實我覺得 這個很重要 就是沒有一個叫做 不容許由你自己去詮釋 中國的民間信仰 最大的問題 就出了在這裏 所以為什麼它不叫宗教呢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 按照自己的體驗 說那樣東西就是 天后觀音 誰誰說的 而其他人沒有辦法去挑戰你 但是你說你天主教 基督教就不同了 哎呀我發現了 昨晚呢聖母呢 會不會報夢啊 那你接下來會怎樣做呢 那你首先要告訴神父 神父呢 看看是否正確 合不合理 合理然後就上報 由教區上報教廷 教廷就派個委員會下來 立案 好了開快樂 然後派人來研究一下 搞你十年八載之後 最後就由教皇宣佈 我們現在承認 你這個是神職啦 那好了 他宣佈了神職 那你所有信徒就要 認同啦 這次是神職啦 但是 我們沒有的嘛 昨晚觀音報夢給我 誰去驗證啊 沒有驗證的 沒有驗證的 也沒有人敢驗證 所以變成了 大家 你說不是也好 我也說是 於是我就說是 於是就加了很多 你自己的體會 和詮釋進去 所以為什麼他一直都叫做民間信仰呢 就是因為在中國的民間信仰 他有很多是個人體會的東西自己加了進去 所以觀音為什麼有這麼多個化身呢 在中國 其實就是大家 因為我覺得他是觀音 我昨晚發夢是 見到他是這樣的 所以我相信他是 我說是 那你就是 其他人不敢說不是 你敢不敢說觀音報夢說不是 你一定不夠膽 所以變成 唯有就是大家都說是的時候 所以觀音就有33相 由33相慢慢搞下搞下 就千八億化身 什麼都有齊 總而言之全部都是觀音 一定沒有壞的 你聽完之後 只會更加覺得 嘩 觀音真是厲害了 這樣就可以了 那就夠了 但是呢 如果你是嚴格來說 宗教就不容許 不容許你自我詮釋 那你說道教就不一樣 道教就好 為什麼呢 道教立刻問呢 道教最好就有得問 請女祖下來問一問 扶一扶 那不是很清楚呢 沒有得 沒有得不是 是吧 他已經說了是 所以有問題 道教好 所以我後來發現了 在研究宗教裡面 尤其是在香港 為什麼道教沒有這麼多管理上的問題呢 就是所有事情先問了道祖先 請王大仙 請女祖下來 所有事情都是他所說的 你是跟著他做的 這就是統一性了 因為師父已經說了 祖師爺說了 大家不要爭 沒有得爭 最好 那我現在有問題 解決不了 就問吧 你佛教就是沒有得問 為什麼這些問題 全部都走到佛教裡面呢 其實就是 因為根本從來都沒有人可以很清楚 有一個一錘定音的方法 所有都是靠大家各自的力量 我有這樣的方法 我有這樣的洞路 我自己去處理了它 所以這個就看到我們那個統一性的問題 我們在教理上就有統一性 但是在管理上我們沒有統一性 問題就出在這裡 我們沒有這個 所以道堂有好處是什麼 全部都可以問 一問了就不用擔憂 選個位是風水好的 選個人是對的 所有全部都齊了的 你只要肯去參與去做 就成功了 多好 所以沒有那麼多問題 單純 這件事就會 好 其他那些 就是你自己代入去 這堆東西的意思就是 你純粹就是你個人的層面 你只需要向你自己交代 不需要向他人交代 但是 只要它不涉及本質 就沒有問題 因為很簡單 就是你向你自己交代 而你的交代就是 你不可以超越這個信仰的本質 譬如佛教講恩果 你不能夠說 我信觀音 不過我不信恩果 這樣就不行 但是 其實是你自己一個人的事 沒有人監管你的 是吧 你歸醫了 但是你不去回佛堂 其實沒有人理你的 是吧 佛祖不會走下來罵你的 不會的 其實是純粹你 就是你自己 你想做好些 那你就天天去參觀佛堂的事 你說我不是 我很多事做 沒有空了 我就是深信 那你就深信 你只向自己交代 但是你只要不動搖本質的事 就行了 在個體就容易處理 但是當你去到一個 共性的團體的時候 就開始有一些東西了 就是你要做這些東西了 你的層面的要求 就比起你要求個人一樣 好像說 為何自願一定要做早貨晚貨 但是如果你自己 你在家裡做不做 你可做可不做 有時間就做 你有那個毅力你就做 沒有呢 那就不做 不會罵你的 但是你在團體不做 我們就會覺得 喂 不對啊 你歸醫了 或者你在這個團體裡生活了 你自己 自願加入來 加入來 你守承諾 你會做 現在你又不做 你找不到一個合理的理由 告訴我 你不做 是吧 你入了一個教團之後 你就要守這些規矩 現在你不守 沒有啊 那別人就會摘爛你 就是覺得你這個人是不對的 是吧 所以你搞清楚 你是個體就不同 個體就是我處理我自己 剛才我說 他們走爛來的時候 在山林 他做些什麼呢 在山林的時候 我過體嘛 所以其實我只要有間屋住 我喜歡念又念不念 我天天都放著腳在那裡 都沒有問題的 沒有人理會的 也都沒有人不需要摘爛他 因為那個環境本來就是這樣 是吧 你只能夠就是說 他冷一點 或者他勤力一點 是這樣的 但是你不會用一個高的標準去摘爛他 為什麼 因為他一直都還是個體層面 但是你說 不是啊 我這一間是松林來的 我的責任 本來就是去維護這個佛教的弘養 剛才那間是他自己一個人 我有力 我有能力 我便去弘養 但我沒有能力 我便去佔爛 那你不會對他有一個團體的期望 但是松林 或者那些什麼什麼佛學會 他的建立當日 本來就是要做這些事情 所以如果你做不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人家就會摘爛你 那是理所當然的 如果你說你出了問題 但是你不去面對 就反而我們是收個人的 你就是把群體的問題 用個體的方法去處理 所以便不對應 所以這些就是群體裡面會出現的東西 我們必須要搞清楚 在一個群體裡面 一定會有所謂主持 其實是獨住 不是獨主 是住 他住在那裡 他是住在那裡 維持 所以叫住持 那個法會 那就是主持 那就是主持 即是沒有企人 但是如果你說他是身份 即是他是這間寺院的最高負責人 那個名稱叫做住持 他住在那裡 打理他的 所以叫住持 又叫做方丈 很多名字的 在他那裡 那個尺寸 是甚麼 層級 我幾個人的 那就不要叫方丈 方丈 是說大那些 才可以叫方丈 小那些 你充其量 只能夠叫住持 是有分的 其實跟尺寸有關的 然後就有各級的職事 有主持 有些人幫他忙 你負責點燈 你負責沖茶 因為大致苑有七十二職事 在大的叢林 閒閒地也有幾千人 那幾千人 有七十二職位 就很普通 或者有幾萬人 那些叢林 但是那間 我們在上環祝國單位 只有三個人 你都說主持 甚麼監獄 基本就是你三個人 即是你煮飯都自己做了 那些名字就不用搞得那麼複雜 還有一間寺院裏面 你一個團體裏面 他的教育方法就是這個 法學院有沒有 香港沒有 香港辦過差不多二十間 沒有一間成功的 歷史上告訴你 辦過二十間 沒有一間 即是六年已經是頂籠了 兩屆 很多人 都已經除了 人間 在這裏面 辦過三十一iar 風靡